惊贤场面带您关心到 新竹市一辆消防车前往火灾现场救援时 遭到一辆机车撞上 但是还好撞击力道不大 另外呢在新北市台二线隆洞路段 由于这个地方丸岛非常的密集 不少大货车经常发生事故 警方也特别设置了测速照相机 要降低事故的发生旅 消防车救护车紧急前往救援 快速通过十字路口 下一秒一台机车没有减速直接撞上 消防车整个往右偏移 目睹这一幕后方车辆都吓出一身冷汗 七号晚间一辆消防车 鸣敌行津新竹市光复路 没想到被一辆没注意的机车撞上 好在碰撞力道不大 没有人员伤亡 新竹市发生一趟火警 行津消防救灾车辆与一辆机车 在路口险发生车祸 因疏忽而导致的车祸不止一桩 新北市台二线隆洞路段也常发生事故 大货车刚离开洞口 车上物品全散落一地 对象车辆来不及刹车直接撞了上去 台二线隆洞路段 由于弯道密集还有法夹弯 大货车车速过快 一不注意就容易出事 警方特别设置双向区间测速 15号正式启用限速50公里 部分的大型车辆车速过快 所以容易造成车体的翻覆 警方试出多起照式画面 提醒驾驶不但不要超速 开车时更要聚精会神 不要连消防车民警敌都恍神没注意 新竹新北综合报道